第二题,乘上题,反应前我们测量甲乙两支试管,包含容易总值量为S课,反应结束后测量甲乙试管,包含容易总值量为Y课,请问下列何者正确,实验过程中容易蒸发忽略不计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质量守恒定律,反应前的总值量会等于反应后的总值量,所以我们应该是S课会等于Y课,第二题问我们说,请问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 X等于Y